以立足台湾汇聚世界为理念 国资图收藏来自世界30个以上国家的绘本作品 为了激发各年龄层读者对绘本的兴趣 也进一步成立了世界绘本中心 而开幕的第一档主题展览 是以插画界奥斯卡之称的 布隆纳童书展为主轴 邀请到了捷克插画家来策划展出 透过了绘本带大家认识到世界的各国文化 捷克插画家汤玛是瑞杰可 侃侃而谈为活动揭开序幕 国资图收藏世界30个以上国家的绘本作品 并且成立世界绘本中心 开幕第一档主题展览 以插画界奥斯卡之称的 布隆纳童书展为主轴 让民众更了解各国绘本的创作特色 你们可以来看看我的书 现在我是很好的在布隆纳书展 我的话你可以看看我是布隆纳赢人 现在在台中我很高兴 这一次展览包含英法德义等多国语言的绘本 希望各年龄层读者都能轻松踏入阅读世界 沉浸在生动有趣的图画中 世界绘本中心的设计 还有依照比利时插画家安妮克拉海绘本里打造的主题墙 我非常感恩 《护士雅》并输入在北隆纳语言 今天词语语言 《护士雅》并输入在读音乐中心的词 認識世界 理解世界跟包容世界 因為繪本沒有語言的限制 也沒有國家的限制 它透過圖畫的一個引導跟啟發 讓讀者很容易走進來 那國次圖除了世界繪本中心 還有高齡繪本 還有兒童繪本 那結合我們圓夢繪本的創作 最後會再加上 我們的繪本夢工廠的一個教學 圖像語言的魔力 讓不同年齡的讀者 都能透過繪本找到力量 以立足台灣繪聚世界為理念 展覽也收集許多得獎作品 希望每位讀者都能找到寶藏 記者張瑋玲 台中采訪報導